大家好,我是Stan 新人男团铁罗贝斯文的成员 因为在男子足球总决赛的前一天发表的言论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0月6号铁罗贝斯文成员Pakono在粉丝论坛表示 明天要看足球,因为是韩日战总决赛 我一定要看 表示想要打开直播,要和粉丝们一起看足球 但是他也表示 我会去跟公司确认一下 现在是无法给你们承诺 因为不是我想做就能做 然后在10月7号决赛比赛前 Pakono再次打开直播后表示 今天无法一起看足球 我会跟成员们一起看 我不是说过如果可以的话就想要跟大家一起看吗 但可能因为是韩日战 IDOL必须要保持重力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我是韩国人 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喜欢我的粉丝们 我相信大家会理解我的 首先现在韩国所有媒体 因为都是参考了论坛的内容 所以都是以这个内容报道的 而因为韩日战对韩国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所以IDOL要保持重力这句话 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保持重力 他是外国人吗 什么狗话 又不是政治 还保持什么重力 直接说不能直播就可以了 因为看外国粉丝眼色 连自己国家都不能姻缘 还说什么保持重力这样的话 IDOL就不能姻缘自己国家吗 什么都不用说就好了 还什么保持重力 因为看日本眼色 不敢说韩国胜利吗 这像话吗 如果有人问你独捞是谁的 你也回答因为是IDOL 所以保持重力吧 除此之外 卖国贼什么的留言也是非常多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表示 我觉得是公司太敏感了 再怎么说日本粉丝很多 但那些粉丝们 不会因为姻缘运动比赛 说什么吧 姻缘自己国家是应该的 只是一时说错话了而已 一开始他有说过要姻缘韩国 应该就是被公司说了什么吧 这有必要骂成这样吗 又是媒体要害了新人 看直播整个内容的话 明明说了韩国要胜利 只是在跟公司确认后 传达给粉丝们的过程中 单词用错了而已啊 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对 媒体们漏掉了一段内容 看直播整段内容的话 帕哥努其实是这样说的 明天要看足球 因为是韩日战总决赛 我一定要看 足球一定要赢 等一下 打开直播一起看足球的话 应该会很有趣 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OK 明天我会去跟公司确认一下 感觉很有趣 帕哥努已经说了 足球一定要赢 然后在问完公司被拒绝后 第二天与粉丝们聊天的时候说了 爱都要保持中立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不让他直播 是公司在看日本粉丝们的颜色 根本就不是帕哥努看日本颜色还是什么 甚至在韩国胜利后 帕哥努马上表示非常高兴了 虽然现在韩国粉丝们拼命的在解释 但还是老样子 很多人都不关心真相 只是想要找一个能够发现自己情绪的地方 只是希望华语圈的粉丝们不要误会了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假如同队里有外国成员 今天有场欧运亚运比赛是 队友的国家对爱都的国家 这位爱都该不该公开应援自己的国家 下个消息是 10月7号 乔努在自己的IG发布了一张照片 在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Astro三位成员们和猛兵的妹妹 也就是Pili成员不错 一起旅游的样子 四个人在海滩上 准备点燃各种形状的烟火 还齐心协力配合新型首饰拍照 展现出非常亲密的画面 因为健康问题 暂停活动的猛兽也露出了开朗的样子 真的把猛兽当成妹妹一样的照顾 幸好有哥哥们这样照顾 好温馨 希望大家都能幸福 真的好暖心 虽然不是任何人的粉丝 但真心期望他们能幸福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